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想一了百了 是我生在这个家 是我倒霉 小妹 传媒 走 爸 幸亏我在家呢 我要是再发现得晚一点 传媒人就没了 孩子 哎呀 你 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啊 爸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我真的没有脸欠人 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想一了百了 你们 你们这不是要逼死我吗这不是 爸 传媒都这样了 您就别说这种话了 是我这个当哥的 我管他吃 管他穿 管他学习 什么都是我管的 爸 那个时候我也才十二岁啊 我也是个孩子啊 爸 传媒没考上大学 我家以后不吃不喝哭了两天 他那个男生就是我看不了啊 爸 可你连家都没回过 是 我没办法了 我就想了这么个混蛋的办法 我 我知道我错了 爸 我知道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对不起王家 我对不起王秀玉 爸 爸 爸 这样 你把我 你把我送去监狱 你把我送去监狱 你 你打死我 爸 爸 你 你把我离去王家磕头认错 你跟我断绝父子关系都行啊 爸 但是传媒这事 你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啊 要不然传媒就没了 爸 爸 怎么办呢 有刀大哥在吗 有刀大哥 有刀大哥 万叔姐 那个 规 规之 万叔姐 老嫂子 进屋坐吧 好 那我这一辈子呢 我怎么做人啊 秀玉 带人说话呢 回屋去 这本来就是秀玉的事情 秀玉 你说得对 我不能只想自己的闺女 不想别人的闺女 秀玉 那你给叔说个法子 你说你想咋办 大学 是我们秀玉考上的 要不是被你们家传媒顶替了 秀玉在外面 也许现在就当上干部了呢 这是秀玉一辈子的前程 就怎么白白毁了 洛克克老嫂子 你们这么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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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没脸呢 我 没脸呢 我 我没脸呢 没脸呢 都是当爹妈的 哪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心头肉 出了这种事我们做老子也没啥办法 那 那不就得商量商量 看这咋解决啊 谢谢老嫂子你能这么说 那咱就商量商量 你 你们有什么想法 尽管说 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 我一定尽力地满足 那 那既然 书局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说着 你说 不行 我要上大学 我只要上大学 别的都没什么好说的 徐玉啊 要是这件事情接触来 你还能去上学 书就是豁着让我闺女身败名裂 也让她把大学还给你 这件事情 我们家缺了大德 我是真是一点办法没有 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做 尤玉 你记书想个法子 你说 书该咋办 传媒是错了 可她犯的不是死罪是不是 但是这件事情要是一捅出去 她真的就是没活路了 你 你当初 就跟传媒是同伴同学 又是好朋友 你就放传媒一条生路吧 你就放传媒一条生路 输求你了 可是我只想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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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哭哭吧 哭哭的 她心里是真委屈 是 哭哭好受点 老嫂子 老嫂子 要不还是你说说吧 说句话也 也就都说了 那我们再想想啊 好 那我就 舔着脸再提一点 在你们没有想好之前 这件事 既然不张扬 知道的人越爽越好 行吗 那我这个儿媳妇幸福 她的性子你知道 手炮着了 就怕她知道了 一听她又炸了 是 幸福那边能不告诉 就千万别告诉了 好不好 那 那你别告诉她 该说的话 我也都说了 心里边也没那么堵得慌了 你们想起什么来 就随时找我 谢谢老哥哥老嫂子 秀玉怎么说呢 她能咋说 她就要上大学 说啥都不要 但是这事要是捅出去了 那大学也上不成啊 大学没上成 补偿也没有 那不是鸡飞蛋打 两头啥都没有 太委屈秀玉了呀 妈 那咋办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只能委屈秀玉 万叔就说了 说给她在集团 提职掌心 你的地也有得重了 那这样 庆祝以后结婚的钱也有了 秀玉的嫁妆也有了 她还说 幸福客栈她也时常给照顾着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低着头 夹着尾巴做人了 这事儿 给幸福说一声吧 万叔就不说了嘛 先不跟她说 哎呀 妈 我总觉得这样不行吧 要不拿着钱再跟她说 她这孩子就在死里儿 不麻烦她再加麻烦吗 你赶紧把鞋换上 你吃饭了吗 好 小美 你赶紧把这东西吃了 那个 等二哥中午回来 我带你吃饭 然后咱俩再说 二哥 你师父也不想管我的事儿了 小美 昨天妈给我打电话了 二哥知道你心里委屈 可是 哥 那这是要论到你头上的 自认倒霉吗 小美 我 我恨死全家他们了 这件事情 我找人问过了 我也上网查过了 结果呢就是冒名者 取消学籍 学历 学位 有公职的呢 开出公职 有用人单位的呢 可能被用人单位出名 而被冒名者呢 想要恢复学籍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尤其像你这种情况 都过去快十年了 学校它不可能 按照你十年前的成绩录取你 这个是没有先例的 或者说呢 他们 让你参加明年的高考 可是你比现在的应届生 大大足足十岁 你觉得现在你去 准备高考 去参加这事可行吗 你这块什么意思啊 既然 结果都是这样了 我们不如 积极地争取赔偿 我问过了 就算打官司的话 也是赔偿的问题 如果我们私下协商 调解一下 我明白 你和他们一样 都想把我卖了 卖了我 你们所有人都能得到好处 大哥能得到地 爸妈能得到钱 你得到钱呢 也能风风光光地去雅妮姐回家 小妹 你别这么说 这个钱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你说得好听 你真以为去雅妮姐回家 不用花一分钱的吗 小妹我 我以为你上了大学 参加了工作 就会和他们不一样 我没想到你们是一个鼻孔出气 你去上班吧 对不起 是我打扰你了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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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挡挡我 真的 我现在上班 你等我回来的 我们好好说行不行 我没什么好说的 对不起 是我生在这个家 是我倒霉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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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些人都05分钟 这些人都没有救人 我那我最后悔了 我因此你能承受吗 我啊 对不起 我 我刚才是有老子 哪一个人 那些人都没有事情 我感觉 我 我 不会